你见过这样的爱情吗 女人为了与男友在一起 选择被她吸入身体内部 成为男友的内脏活着 最近熊二患上一种怪病 只要睡着就会有梦魇出现 试图侵占她的身体 然而想要复原 还得将对方从嘴里按进去 为了避免这一痛苦的过程 熊二每晚都只能强忍睡意 避免自己睡着身体被占据 但这也让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情急之下熊二只好向女友玛丽求助 说出自己有一个分身 一直活在梦境之中 对方试图把她拖进梦里 然后在现实世界将其取代 玛丽认为这只是熊二熬夜写小说 产生的幻想罢了 应该去找医生检查一下 听此熊二无比失落 没想到女友尽不相信她 随后起身离开餐厅 玛丽见状追了上去 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并询问熊二要怎样做才能帮到她 熊二告诉玛丽很简单 只要她陪在自己身边 确保自己不会睡着就行 几天几夜没睡的男人 终于在当晚坚持不住了 她拿来胶带让玛丽 绑住她的手脚 好避免分身跑出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 熊二立马睡了过去 但玛丽为了让熊二能睡得舒服 用剪刀剪开绑着的胶部 并给她盖上被子 不知过去多久玛丽也睡着了 结果房间中传来动静 醒来的玛丽被眼前一幕震惊 熊二的嘴里竟伸出一只手 还支撑着熊二的身体 在地上不断爬行 玛丽被吓得失声尖叫 结果却迎起手的注意 对方立马朝她爬过来 一把握住玛丽的腿 玛丽被吓得全身颤抖 大声呼唤睡着的熊二 危急关头熊二被成功唤醒 她抓住嘴里的手拼命往回散 将其活生生咽下去后 又从残缺的胳膊里将其拽出来 最后在玛丽的帮助下 整个手掌终于恢复原样 之后熊二告诉玛丽 对方一直在她的体内做梦 后来发现了外面的世界 所以才拼命地想要出来 虽然人类的身体不是空心的 一旦翻转过来就会露出内脏 但她从出生以来 内心就是空空的 小时候的她十分渴望飞翔 尝试过各种方法 比如在手臂装上翅膀 但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她决定在梦中试试看 而这很有可能 就是梦魇分身产生的原因 玛丽好奇地问道 既然梦里有无限的创造力 那她为什么还会想要出来 熊二说出真相 梦魇分身的目标就是玛丽 想要在现实世界中拥有她 说完熊二就坚持不住睡了过去 她不想再让玛丽受苦 决定沉沦在梦中的世界 听此玛丽十分感动 用胶带将两人的手绑在一起 想把熊二从梦中世界拉出来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下一秒玛丽的手就被吸进熊二体内 而分身的手则从熊二的嘴里出现 随着整个身体从嘴里爬出 玛丽整个人都被吞入体内 熊二的身体也彻底翻转过来 不久后警察前来找寻失踪的玛丽 但熊二全身赤裸地告诉他们 无论如何寻找都是白费功夫 世界群